欢迎收看潘大帅的狩猎视频 大家好我是潘大帅 这次我们来到越南河公园 依然这张地图觉得 时长杰克是一个非常 只要有优势就能 把优势扩大为顺势的一个打法 那么如果猎势呢 反正都是宝瓶 待会儿都会 最后切一个 佣兵我就算了吧 不要投铁了 最后切一个传送宝瓶的一个思路 所以说这张地图 我们看到好像这边有个先知 但这先知提前走 走的也是有点快 直接是拉距离了 距离拉得 我内心挖凉挖凉的 完全不给机会 没打中 他已经提前翻了 绕一圈 要上车 上车就上车 上车把这边的电机给踩了 先让他修一会儿 哇提前过去 帮他点车站 这是 中国好队友 这个前锋看到没有 提前拉球过去 帮队友 点那个什么 刷前锋了 没办法了 现在已经是 就这样了 前锋还有一个先知的鸟 那就是传说中的烈士宝瓶 交球吧 交球吧 他们的鸟不给 前锋也不动 挂这里 他想省球 这样说他可以266起来 拥兵的位置刚才是知道的 应该是往这个方向过来 因为他是在马戏团里面的 看见了 好像在这里 他会叫一个护臂 哎呦没打中 先打一刀 交球 身上有武器 我可以快速进入隐身 踩掉一块 一定要逼他把球全部交掉 难道是没球了 不应该啊 他怎么一直不交球呢 想要偷最后一波吗 可能是想偷最后一波 现在他们因为还有个祭司 但是博命好像 不知道有没有啊 最后一台机 那边我要过去看一下 这台机 败血的傭兵 打中 哎呦我的妈 挂这个没有太大意义 牵起来挂死 点击量 先挂死再说 先挂死再说 用兵在这里 还有几个护臂 凯嫌应该还有一两个 等他护臂交了再说 乌乌乌乌乌 差一点点 那边的门 前期这波配合真的是太帅了 拉球过去帮忙开 我也是福气 要小心一点 就是万一他们还有一个薄命 因为这个铁屁股可以撑很久 然后有可能就是祭司先把洞拉好 哦 我想多了 好吧 也是感谢大家收看 这一场 我觉得这个前锋真的有点秀气了 就保队友不要自己 我也是感谢大家